有人騎一騎車輪分飛走了 一台白色Gogoro停在路邊 只見紅衣騎士倒坐在一旁 電動機車後輪竟然脫離車身 也滾到了路邊 原來是車主剛從原廠保養回家 騎一騎竟然車輪分離 導致騎士摔車 畫面PO上臉書爆料公社 立刻引發網友議論 而Gogoro行銷總監 則是在三小時後 透過臉書回應說明 看起來的確是後輪沒有鎖緊 可能是因為近視的人為上面舒適 所以有部份的動作沒有被弱勢 Gogoro維修現場 輪胎安裝不敢再馬虎 把後輪裝上去之後 安裝電片 螺絲 先用電動扳手鎖緊 再由第二個人 拿扳手鎖到標準緊度 交車時要再次向車主確認 Gogoro坦誠舒適 將向騎士負責後續維修 有一些小問題 有 一個人的需要 會還蠻多的 剛剛是側架 所以這種東西 其實一般摸車是用再久 其實都不太會壞的東西 兩年 兩年 來維修過幾次 維修 沒有維修 2015年 Gogoro以獨特外型 12萬的高價殺入電動機車市場 不過四個月後 透過縣市節能補助 最便宜七萬多塊就能買到 甚至二代上市價格更划算 不免讓人聯想 難道是降價影響了品質 業者強調會加強專業訓練 並呼籲消費者定期保養檢查 確保騎乘安全 記者 彭光臨 蔣玉琦 台北報導